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 你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谢老师 好了 孩子们 让我们一起上课吧 上课 同学们好 请坐 同学们 你们知道这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吗 看一看 他的身体大部分是灰色的 腹部有着红色的羽毛 头上的羽毛颜色重一些 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鸟吗 灰鹊 哦 这是灰鹊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篇新的课文 叫灰鹊 灰鹊 让我们来齐读课题 第二十六课 预备 齐 第二十六课 灰鹊 文章的题目啊 是以一只鸟的名称来命题的 那么这篇课文到底写了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翻开课本的一百零六页 先来听一听老师读文章 注意听准字音和每个句子到底是怎么读的 第二十六课 灰鹊 有一年冬天 列宁在郊外养病 他每天到公园散步 公园里有一棵高大的白花树 树上有三只灰鹊 两只胸脯是粉红的 一只胸脯是深红的 他们在树枝间来回跳动 婉转的歌唱 非常惹人喜爱 列宁每次走到白花树下 都要停下来 仰望这三只欢快的灰鹊 还经常给他们带来面包扎和鼓励 一天 列宁又来到公园 走到白花树下 发现那只胸脯深红的灰鹊不见了 他在周围的树林中 找遍了 也没有找到 这时 列宁看见一个小男孩就问 孩子 你看见过一只 深红色胸脯的灰鹊吗 男孩说 没 我没看见 列宁说 一定是飞走了 或者是冻死了 天气严寒 他怕冷 那个男孩本来想告诉列宁 灰鹊没有死 但又不敢讲 列宁自言自语的说 多好的灰鹊呀 可惜再也飞不回来了 男孩看看列宁 说 会飞回来的 一定会飞回来的 他还活着 列宁问 会飞回来 一定会飞回来 男孩肯定的说 第二天 列宁来到白花树下 果然又看到那只灰鹊 欢蹦乱跳的在枝头歌唱 那个男孩站在白花树旁 低着头 列宁看看男孩 又看看灰鹊 微笑着说 你好 灰鹊 昨天你到哪儿去了 当然 灰鹊没有告诉列宁 昨天他去哪儿了 列宁也没再问那个男孩 因为他已经知道 男孩是诚实的 好了同学们 课文我们读完了 题目虽然是以灰鹊来命题 但是课文当中的主人公 主要人物是谁呢 列宁 对了 列宁 那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列宁同志 列宁出生于公元1870年 去世于1924年 他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 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主要创始人 主要创建人 他创办了火星报 著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这些是我们对他的简单的了解 那现在同学们 请你拿起课文来认真的读一读 要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开始吧 在这一读 巫峻還有一段時間 地球沒有 也很想不去睡覺 страш了 天氣 嚇唬人的靖然說 好好好疼的靴啊 reside 來了 ふあ 還挺 requer 在外面院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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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读得特别认真 现在老师来检测一下 同学们读这些词语 能不能读准确呢 尤其是红色的 带有拼音的一些字 一定要读准确哦 让我们来检读一遍吧 灰鹊 灰鹊 预备 检 灰鹊 灰鹊 烈鹊 烈鹊 郊外 郊外 养病 养病 清除 清除 粉红 粉红 惹人 惹人 养旺 养旺 面包渣 面包渣 鼓励 鼓励 男孩 男孩 或者 或者 动词 动词 可惜 可惜 肯定 肯定 诚实 诚实 好 第一行 谁来给大家读 陈陈 灰鹊 灰鹊 烈鹅 烈鹅 江外 江外 养病 养病 好 第二行 瑞蜜鹊 相托 相托 泛红 泛红 惹人 惹人 养旺 养旺 第三行 终于 天包渣 天包渣 鼓励 鼓励 男孩 男孩 或者 或者 最后一行 杨阳 嗯 同学们读得都那么认真 现在 批音朋友部来帮我们的忙 你还可以读出来吗 小鱼 读前两行 灰鹊 灰鹊 猎宁 猎宁 郊外 郊外 养病 养病 胸脯 胸脯 粉红 粉红 惹人 惹人 仰望 仰望 后两行 涛涛 面包渣 面包渣 五地 五地 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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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或者 冻死 冻死 可惜 可惜 肯定 肯定 诚实 诚实 我们确定都会读这些吗 会 好 我来点兵 点将读 鼓励 鼓励 郊外 郊外 电流 电流 胸脯 胸脯 灰鹊 灰鹊 涛波渣 涛波渣 冻死 冻死 可惜 可惜 粉红 粉红 肯定 肯定 男孩 男孩 仰望 仰望 谁能做一个仰望的动作 对 抬头往上看 对 非常好 好了 这个认识吗 诚实 诚实 养病 养病 男孩 男孩 对 这些词语我们都读得特别准确 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放飞小鸟的游戏 读出这个字 而且还要给它组一个词语 准备好 看清楚 记者 作者 货者 同学们会的可真多 这个 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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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惹事 惹人 还有招惹 对不对 都是这个惹字 福福 众兴修复 或惑 或者 或者 或许 还有 嘻嘻嘻 可惜 可惜 还可以是 还可以是 爱惜爱惜 珍惜珍惜都可以 胸口胸脯胸怀 对不对 有面包渣有渣子 诚实诚信 安宁宁静 我们课本上的词语是 猎牛 对 仰望 仰是仰的头 好 我们全部把这些可爱的小鸟放飞了 你们真是有爱心的孩子啊 现在同学们来看 我会写的这些生字 你能不能准确的读出它们来呢 第一个 好 我要点冰点酱了 好了 这些生字啊 我们按照半包围结构 上下结构和左右结构来分一分 半包围结构的字有 过 主 上下结构的字有 那同学们看一看 你该用怎么样的方法来记住哪一个生字 你来说 我用拍名语用法记住男的 田里有个大力士 田里的大力士是男人 对不对 真好 还有吗 你来说 小鱼 我是用造就方法记住粉的 我是一些名人的粉丝 你是一些名人的粉丝 就是他 还有吗 看一看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记住 我用加一个的方法记住利 米利的利 一个米 一个米字旁加一个利正的利 就是米利的利 看起来这个还是个形生字 对不对 这边表示它的意思 这边表示它的读音 我说的是动 两点水滴在冬冬的身上 可把冬冬给冻坏了 两点水滴在了冬冬的身上 可把冬冬冻坏了 你简直是在说绕口令 还记住了这个字 真好 还有没有啊 还有没有 你来说 把橙 我讲的是橙 嗯 把鹽字旁 把土字旁换成一个鹽字旁 就是橙式的橙 嗯 我们学过橙式的橙 对不对 橙式的橙的体土旁 换成鹽字旁 就成了橙式的橙 我们用换一换偏旁的方法 你来说 我说的是胶外的胶 胶通的胶变形 然后再加一个右耳刀 就是胶外的胶 哎 也不错呀 这也是一个形声字 这也是一个形声字 你来说 我用换一换的方法 记住褶 哦 用换一换的方法来记住褶 一个 都换去一个 耳刀旁 就是褶 把兜式的兜的那个 右耳刀去掉 就是记者的褶 作者的褶 或者的褶 那同学们想不想 跟着电脑老师一起 学会这些声字的写法呢 想 好 认真看 同学们先来 看鹊子 鹊 上下结构 上面是一个什么呢 上 多少的少 我们写的时候 应该这样写 伸出你的金手指 开始写 竖 点 点 点 撇 竖 点 横 横 横 竖 横 对 我们来给他组词 他读 鹊的时候 可以组词 马鹊 马鹊 鹊潮 鹊潮 欢呼鹊月 欢呼鹊月 还读敲 敲子 还读巧 加巧 这两个字 我们都不怎么经常用 啊 我们要记住 这一个字音 和这些词语 我们来看 交 左右结构 左右结构 先写 左面 交通的交的 变形 这笔变成了什么呢 点 好 我们来写一写 撇点 撇点 横 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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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 好的 这笔变成了 点 祖词 多好听的声音呢 仰 仰 看一看 上边 倒八 然后 横 横 撇 那 最后才是一个 竖撇 和一 竖 我们看清楚 我们写的时候 开始了 好的 羊可以组词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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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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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看粉红的粉 面粉 面粉 米粉 米粉 左右结构 米字旁 右面是一个分开的 分 这个非常好写 这个非常好写 我们来写一遍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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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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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 利 这个也非常好写 啊 我们先写 米字旁 亚 片 横 树 鸭 再写右面起立的利 真好 他可以组词 读 药粒 药粒 眼粒 眼粒 脱粒 脱粒 半粒 半粒 沙粒 沙粒 米粒 米粒 粒米树心 粒米狼粒 哎 米粒到处撒的都是 形容 这个米粒很充足 粮食很充足啊 是这么个意思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男子 一定要是上下结构 先写好这个田 再写利器的利 不要一笔把它写下来 啊 我们来看 到底怎么写呢 先写好这个田 速恒 横蛇 树 树 枯 再写利 夸 伦 贴 好 男可以组词 男士 男士 来人 来人 男生 来生 男子汉 男子汉 男女老少 男女老少 善男性女 善男性女 好 或者的和 他是半包围结构 这个偏旁 到底写的时候该怎么写 看一看 第一笔 然后写下面的 口 下一笔到底是什么呢 提对了 再接着写 斜钩 右上角的点 让我们快点写一遍 好 他可以组词 或者或者 或许或许 亦或 亦或压抑的亦 不可或缺 或多或少 或多或少 这个最简单的字 来了 什么结构 半包围结构 好 我们写的时候 横折横横横 横折横横 祖词 作者 作者 读者 读者 记者 记者 勇者 勇者 良者 良者 实者 实者 长者 行者 行者 啥叫长者呀 意思是年龄稍微 大一点的人 叫长者 膝 看到这个膝呀 我们很自然的就想到了 戒尾巴的戒 小壁虎戒尾巴的戒 把那个单人旁去掉换成树心旁 是吧 对 我们来写它了 树心旁 树 横 树 树 树 横 树 横折横 横 横 嗯 祖词 稀石 稀石 稀利 稀利 晚稀 晚稀 连稀 连稀 可稀 可稀 稀老连瓶 稀老连瓶 依稀别 依稀别 稀末如今 稀末如今 好 真好 啃 那看这个啃字 我们上边看到了 它是个什么字 指缘 下边是个什么呀 月 好 我们来写的时候 该写什么呢 树 横 树 横 树 横折 高 横 横 对 主词 肯定 肯定 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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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肯 不肯 肯堂 肯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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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字 成 成 左右结构 言字旁 我们要诚实 为我们说过的话 要说到 做到 所以是 言字旁 啊 啊 啊 横 折 提 横 撇 横 折 折 勾 斜 勾 撇 点 主词 诚恳 诚智 诚实 诚信 忠诚 诚恳诚孔 诚恳诚孔 诚心诚意 刚才呀 我们跟着电脑老师 把这些生字都疏空了一遍 现在呀 请同学们 打开你的写字本 让我们把这12个生字 每一个字 按照正确的笔顺 把它写出来 一字只需要写一个 注意握笔姿势和写字姿势 伸坐直 脚放平 眼离一尺 沉沉 对 胸离一拳 真好 比我一寸 和记政策 同学们都写完了 写得非常认真 相信你们的字体 一定会非常的工整 漂亮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些词语的解释 又来了 看看这个词语的意思是 声音唯婉而动听 应该是 课文当中的哪个词 是婉转 再看 抬着头向上看 对仰望 极冷 极冷 特别冷 文章当中哪一个词是 对非常好 再接着来 自己对自己说话 自言自语 形容健康活泼无忧无虑的样子 再来 欢蹦乱跳 对用课文当中的一个词语是 欢蹦乱跳 言行跟内心思想一致 诚实 对 叫诚实 那好 现在我们把这些词语来读一读 预备 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 欢蹦乱跳 欢蹦乱跳 潮湿 潮湿 非常好 现在呢 我们进行一下词语的运用 听到一阵什么样的鸟鸣声 我抬头像树梢 怎么样 看到一只什么样的小鸟 谁会来填一填 你来填 听到一阵婉转的鸟叫声 我抬头像树梢 仰望 看到一只 欢蹦乱跳的小鸟 同意吗 诶 现在我们大家 把这一段话 来读一读 听到一阵 预备 起 听到一阵 婉转的鸟叫声 我抬头像树梢 仰望 看到一只 对我们呀 要活学活用 这些词语 那同学们 现在请我们朗读课文 说说课文 讲述了一件 什么事 好 快速的开始吧 好 同学们 你现在呀 可以通过填空 来理解这篇课文 讲述了一件什么事 列宁在公园里寻找 小鸟 什么呀 灰鹊 灰鹊是 遇到了谁呀 小男孩 经过交谈 感受到感动的男孩 怎么了 放了灰鹊 把什么放了回去呀 把灰鹊放了回去 好 我们来一起读一读 列宁在公园里寻找灰鹊时 遇到了小男孩 经过交谈 受到感动的男孩 把灰鹊放回的故事 对了 这就是这篇课文 主要讲述了一件 这样的事情 那同学们 到底列宁和男孩 是如何交谈的呢 男孩为什么 要把灰鹊放回去呢 我们下节课 再来接着学习 好了 同学们 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儿 下课 起立 老师 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坐